前些日子呢我们报道了香港艺人陈静宣布退出娱乐圈的消息 但令人奇怪的是啊陈静并没有所谓的退出而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 相反呢他的名字更是成为了近期的热搜词 与此同时呢外界对于陈静的退出缘由更是众说纷纭 虽然已经宣布退出娱乐圈 但陈静的曝光率反而节节攀升 8月14日有香港媒体爆料出了一份嫩模女星赔税单 陈静以30万的价格名列其中 香艳程度顿时升级 而就在8月15日更有知情者通过媒体爆料称 陈静之所以单方面宣布退出娱乐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陈静已经傍上了大款 陈静在拍摄低俗喜剧后认识了一个富贵老板 对方给了他几千万 还声称会给他买楼 但陈静暂时没有看中的楼盘 所以暂时用3万5千元租住澳海城 值点他还会非日本度假 他现在有大把钱在手 这么玩都行了 一时间关于陈静的花边新闻满天飞 而自从他单方面宣布退出演艺圈以来 蒙受损失最大的莫过于喜爱叶蒲三的监制前国委 主演陈静的缺席 让剧组承担了约160万人民币的损失 医生叫他不要再开工 因为压力的问题 如果是真的话 当然没办法 希望他幸福 但是如果他选择生的去开其他的工 我就觉得这个是过人的一个 积业 我们就说这个抽手的一个问题 前国委口中的选择性开工 指的就是陈静于8月10日当天 出现在彭浩翔的片场 因此有不少人猜测 陈静的此次退出和彭浩翔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更有甚者指出 正是彭浩翔一手策划了这场闹剧 为的是让陈静摆脱性感女星的头衔 无论是为了更好的事业前景 还是一劳永逸的磅大款行为 陈静此次宣布隐退的做法 显然有待商榷 前国委表示 喜爱业普三投资方 已经通过法律途径向陈静 提出了约百万的赔偿金 并将删除陈静已经拍摄的戏份 彻底封杀陈静 新闻在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